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 修杰看到了很多听众给修杰非常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那么有些听众在留言当中 对节目当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疑问 或者有些觉得听得不太明白 那么大概几个问题 我简单的跟大家重复一下 首先我们说所谓的辛亥革命 或者说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跟民国建立 其实是两个概念 辛亥革命我们应该把它归纳为 一个具体的事件是武昌起义 为什么我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是这样 我首先应该讲一个要点 就是武昌起义并不是哪一个政党 或者是哪一个政治领袖去计划 去推动去指挥的 本身武昌起义就是由若干个 偶然的突发事件所引发的 比如说革命党人制造炸弹的地方 如果不发生爆炸 革命党人文学社的名单 如果没有被清政府掌握 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武昌起义 再比如说如果那个排长 晚上查哨的时候 不是发现新军的一个士兵 枪里面原来有子弹 他如果不用严厉的态度 去斥责这个新军的话 那么这个新军士兵 未必会向他开枪 那么更不要说 我之前讲过的传说是因为 有一位士兵在上厕所的时候 不小心走火 而造成了第一声枪响 反正这些都是偶然的事故 引发的这个武昌起义 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辛亥革命 或者武昌起义是哪个政党 哪个政治人物领导推动 或者是筹划的 没有 它就是一连串的这个偶然的事件 加上当时整个历史背景 所以引发了武昌起义 后来被称之为的辛亥革命 再后来导致了清政府的这个倒台 导致了清政府退位 那么再有呢 讲到这个清政府退位之后 为什么孙中山没有成为第一任民国总统 这里边呢 很多人都有个错误的概念 认为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 其实并不是 袁世凯才是 因为孙中山当时所担任的是临时大总统 这个临时大总统啊 并没有什么法理的依据 也没有得到很大的认可 只不过当时武昌起义爆发之后 各地都陆续发生了这个以地方派系为这个主要策划人的武装起义 当时整个中国除了清政府之外 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孙中山当时在武昌起义发动的时候 他人还在美国 并且他不是由美国直接回到中国 他是绕了一个圈从欧洲回到中国 据说孙中山绕这个大圈啊 是他知道辛亥革命爆发了 很可能国内的政治形势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他到这个欧洲在美国各地希望是得到华侨的这个援助 特别是筹款 并且呢他想说服各国政府 在中国发生推翻清朝的革命的时候呢 不要再支持清朝政府 特别是不要再向清朝政府贷款 不过据说孙中山这个努力啊 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所以他回到上海的时候 有记者问他 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 你带来了什么革命的资源 孙中山我记得当时他回答是 我带来了革命的热情 就是孙中山手上既没钱也没权也没兵 孙大炮这个外号不是浪德续名的 因为孙中山更加擅长的是 在民众当中鼓动革命 但是呢他实际上他手上并没有太多的资源 那么所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啊 当时清政府就派出了北洋军去镇压武昌起义 原来清政府派出的北洋军统帅叫印昌 印昌是个满人 那么印昌指挥的这个北洋军 当然这个作战也不利 然后士兵也没有太高的这个积极性 所以当时 北洋军跟这个武昌起义的这个新军之间的这个战斗 基本上处于一个胶着状态 后来呢 袁世凯复出之后就派出了冯国璋 作为北洋军的总指挥 冯国璋是袁世凯的爱将 冯国璋指挥的北洋军呢 可以说 打的这个当时的起义军节节败退 所以冯国璋出山之后 很快就收服了汉阳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讲的武汉呢 其实是包括了三个地方 就是武昌汉口汉阳 而当时呢 武汉三镇当中的其中一镇 已经被冯国璋给攻下来了 冯国璋如果继续进攻的话 恐怕武昌起义很快就会被镇压 这个时候袁世凯 十万火急的给冯国璋发来了电报 让他停止进攻 当时冯国璋真是觉得完全不可思议 为什么我本来是来镇压武昌起义的 为什么你让我停止进攻呢 并且冯国璋因为夺下汉阳 清政府给他封了个男爵 我们知道清朝的爵位啊 分这个公侯博子男 男爵是第四级的爵位 所以当时冯国璋啊 可以说一系风发 准备一下攻陷武汉三镇 然后呢 把周边的这个新军旗 全部给镇压下去 而袁世凯有他个人的打算 所以他让冯国璋暂停进攻 这才令到武昌旗的新军 跟北洋军行政了一个对峙 然后在这个对峙过程当中 袁世凯用他的这个政治手腕 逼迫清朝 逼迫当时的清朝皇帝退位了 所以才推翻了清朝统治 才建立了中华民国 所以我个人不太赞成说 孙中山领导了武昌旗 领导了辛亥革命 然后袁世凯窃取了这个革命的果实 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因为当时如果袁世凯不出山的话 那么以冯国璋指挥的北洋军 恐怕很快就能把武昌旗给镇压下去 如果武昌旗被镇压了 那么各省的旗会不会也被顺利镇压呢 然后清政府是不是又可以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呢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假设的历史 反正历史的现实就是 因为袁世凯的这个政治手腕 迫使清朝退位 才导致了清朝被推翻 才导致了中华民国建立 所以说袁世凯是窃取了革命果实 我觉得这种说法 跟历史事实是不相符的 更何况其实当时的清政府 已经进行政治改革 这个政治改革就是 把过去的君主专制 要改革成君主立宪 因为欧洲很多国家 都是在君主立宪这个政体之下 实现了民主化 比如说英国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么所以当时其实清政府 也在进行这个政治改革 准备把中国变成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 君主立宪的国家嘛 就是有这个皇室 但是呢有议会 那么很多国家大事呢 由议会决定 很多国家大事呢 由内阁来推行 但是只不过当时清朝的改革 还是有很多保守派 试图组建一个所谓的皇族内阁 就是内阁所有成员 都是清政府皇帝的这个亲戚啊 或者是一些世家啊 这样的话 这个所谓的君主立宪 就是一句空话 这才导致了各地发生了 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 那么总结来说呢 辛亥革命既不是国民党领导的 也不是孙中山领导的 而辛亥革命的结果 是推翻了这个清王朝 而推翻清王朝的过程当中啊 袁世凯跟当时的革命党人一样 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如果没有革命党人 跟袁世凯的合作 清政府就不会退位 中华民国就不会建立 那么还有人问 为什么国民党成立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 才召开了第一届 国民党代表大会 说昨天在节目里边 没有把这个原因讲清楚 其实我觉得原因 我应该讲得很清楚了 因为在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之后 他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 这是1914年 而1919年的10月 孙中山才重新再一次 成立了中国国民党 而中国国民党召开 第一次代表大会 是在1924年 确实四年多的时间 孙中山才召开了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是因为当时 孙中山成立的 中华革命党也好 或者是中国民党也好 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受性 这是因为 孙中山这个政治人物 比较复杂 他成立中华革命党的时候 他的一些政治主张 是令到后人诟病的 这边有两点 一个是你要参加 中华革命党的话 你首先要向 孙中山个人效忠 那么这就不像 一个现代化的政党 而是向一个邦会 你要向邦会首领效忠 并且孙中山把这个 中华革命党的党员 分成三六九等 什么时候加入的 未来等这个中华革命党 夺得政权之后 有什么样的权利 这个做法就引起了 党内很多资深的 这个政治盟友的反对 包括像黄兴 像这个陶成章 他们都反对孙中山 所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的 这个党章 所以当时中华革命党 人数最多的时候 也不过五百人 那么第二个呢 孙中山为了让中华革命党 夺得中国的政权 能够推翻袁世凯的北洋政府 他当时向日本政府 许下了很多承诺 这些承诺 以我们后世的眼光来看 是出卖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 孙中山是一个 非常有争议性的人物 无论是中华革命党 还是中国国民党 当时在中国的这个大陆 都没有形成政治气候 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 在1919年成立的 中国国民党之后 一直没有开 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 因为就那么几百个人 你成立这个开代表大会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为什么后来又开呢 这就是孙中山最后决定 要联合苏俄 让自己的党 拥有一定的实力 那么因为跟苏俄的结合 所以我们昨天讲了 有后来的 所谓的新三民主义 就是三大政策 联俄 融共 辅助农工 在这个政治背景下 苏联对中国国民党 给予了大量的援助 军事援助 金钱上的援助 还帮助国民党建立了他整个政治架构 所以在1924年召开这个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 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 当中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 成为中国国民党第一任代理宣传部长 这就是毛泽东 我们想未来中共的领袖毛泽东 当时是国民党的这个宣传部长 你可以想象当时国民党跟中共是融合的多么的好 所以这就是孙中山为什么要拖到1924年 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原因 好了关于大家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令我震惊的目瞪口袋的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开始讲新闻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最起码令休结我个人觉得震撼到目瞪口袋的新闻 今天早上在浏览一些新闻的时候 休结正在考虑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种类的新闻 我突然看到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目前我看到在这个社区媒体当中 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太在意 是因为很多人对那段历史不了解 如果你了解那段历史的话 这篇文章可能会令你觉得十分震撼 这篇文章是什么呢 它是解放军报发表的一篇文章 它题目叫常令明节不堕地 解放军报我们知道算是中央一级的媒体 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有代表性 最高层级的一份报纸 它的言论肯定是官方言论 那么这篇文章的题目 让你看起来可能觉得昏昏欲睡 没有什么兴趣 常令明节不堕地 无非就是要讲我们中国人最注重的 什么气节风谷 就是中华文化当中的精神的一面 那么但是这篇文章 我看完它内容之后 真是令我震撼到目瞪口呆 为什么真是他的目瞪口呆呢 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这篇文章的当中的一些主要的内容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讲了一个历史名人 明朝的一位大臣叫于谦 于谦这个人我想如果你了解中国历史的话 你可能会对他有一定的了解 我想了解于谦的人可能最多的是了解他一首著名的诗 这首诗叫什么呢 叫石灰银 于谦的石灰银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当中 经常被拿来朗读的一首诗 这首诗是这样的 总有四句 叫千锤百炼出生山 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 只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这首石灰银是拿来形容一个官场大臣 他个人的气节以风骨 就叫保持自己的清白 所以这首诗以前很广泛的被流传 但是解放军报这篇文章里边 他用了于谦的另外一首诗 这首诗叫敬业诗 豪华一去难再得 壮气消沉土一丘 但令明节不堕地身外屈屈 安用求 解放军报开宗明义的 就说于谦这首诗大意识 富贵失去了 固然难以再得到 但是如果人的壮志消沉了 那么虽生有始 所以只能保持明节 看到这里 你还是觉得解放军报这篇文章 讲的是明节的问题 但是他在介绍于谦的时候 就令我大吃一惊了 解放军报这篇文章 讲到于谦在明朝土木堡事变之后的表现 也讲到他在夺门之变之后的表现 那么这里边 解放军报特别讲到了 夺门之变发生的时候 于谦为了固权大局 为了巩固设计 手握重兵 却屹立不动 即使含冤入狱 也不做争辩 于谦为什么在土木堡之变 跟这个夺门之变当中有突出的表现 而解放军日报 为什么说于谦在夺门之变的时候 手握重兵而屹立不动呢 那么如果我们要知道 解放军报这篇文章 为什么令修杰觉得震撼呢 我们先把这个历史的故事 跟大家简单叙述一下 明朝有一位皇帝 叫明英中朱祁镇 那么朱祁镇呢 很奇怪 他当过两任皇帝 首先他是明朝第六位皇帝 他又是明朝第八位皇帝 这里面的故事呢 就要讲到可能大家很熟知的土木堡之变 所谓土木堡之变呢 当时在明朝的北方 蒙古人的势力还非常强大 所以从这个明城主朱棣开始 一直就北伐 就希望把蒙古人彻底消灭 我们知道明朝是在 元朝就在蒙古人手上 夺得了这个江山 所以明朝跟这个北方蒙古人的战争 持续了非常久 当时北方的蒙古人 是一个叫瓦拉的部落 瓦拉这个部落 到了他的首领野先年代 已经基本上统一了整个蒙古草原 成为明朝的心浮大患 所以当时明英中朱祁镇呢 决定要御驾亲征 要把蒙古人驱逐于 这个明朝的北方领土 他这种做法是受到了 当时一个太监王振的蛊惑 其实明英中本身呢 生在宫廷里面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军事家 也不可能是个有作为的将领 但是呢 他觉得皇帝御驾亲征 能够一举荡平 北方蒙古人的势力 但是后来这个作战的结果 简单的说是明英中带领的 明朝军队的精锐 全军覆没 明英中本人也成了俘虏 当然王振在这个作战当中啊 也被明朝的将领 因为恨他 蛊惑明英中御驾亲征 王振也被杀死了 土木堡之变 可以说是令到明朝的军事力量 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明英中本身被俘呢 就成了瓦拉首领野先手上的一个人质 面对这种情况啊 于谦为了不让明朝皇帝成为人质 马上就把明英中的弟弟朱祁玉 立为新的皇帝 这就是后来的明代宗 他的年号叫景泰 今天我们对景泰帝 可能大家没有任何印象 但是我说到景泰兰 大家应该知道 有一种公义叫景泰兰公义 这种公义啊 正是因为在景泰年间开始流行 所以被称之为景泰兰 明代宗朱祁玉继位之后呢 瓦拉觉得明英中朱祁 正在他们手上啊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 就把这个明英中给放了回来 明英中放了回来就麻烦了 本身他是皇帝 因为他被俘 余谦立了他弟弟为皇帝 那回来之后 弟弟要不要把皇位还给哥哥呢 当然不会 我们知道在这个封建王权时代 独裁统治啊 令到权力的诱惑是十分大的 所以弟弟当了皇帝之后 他甚至当皇帝 有多大的权力 有多么美好的生活 怎么可能再把这种权力 还给他哥哥 于是呢 明代中朱祁玉 就把他哥哥囚禁在南宫 把他当成一个囚犯 所以呢 明英中表面上是太上皇 其实他只是一个囚犯 只不过弟弟还是手下留情 没有给他来杯毒酒 让他彻底消失 等到明代中病重的时候啊 明英中身边有几个 比较亲近的大臣 就开始鼓动他 发动这个政变 于是呢 明英中就带领几个大臣 发动所谓夺门之变 什么叫夺门之变呢 就是明英中在明代中重病的时候啊 带了几个大臣 逃出了他的囚禁之地 然后来到这个紫禁城 重新登殿当皇帝 在登殿过程当中啊 因为当时皇宫的大门紧闭 所以呢 皇宫里边的卫士不开门 明英中大喊一声 无奈太上皇开门 呃 里边的卫士听说太上皇来了 犹豫之下就把大门打开了 于是明英中就重新掌握了权力 他又变成了明朝的第八位皇帝 所以他奇特经历是当过两任皇帝 我们知道民主社会有选举 可能成为国家的领导人 但是下次选举 他选输了就要下台 但是再下次选举 他又选赢了 又变成了国家领导人 这种情况在西方民主社会 呃 应该说也不少见 但是呢 像这个封建皇朝里边的皇帝 呃 卸任之后再当皇帝呢 我想这是历史上 好像我记得是唯一的一个 所以明英中朱祁镇 重新当皇帝之后呢 他对立他弟弟做皇帝的这个余谦 可以说就十分痛恨 但是他还没有想杀他 只不过身边的很多大臣说 你不杀于谦 你这个政变就没有这个合法性 跟这个正义性了 所以明英中朱祁镇呢 就把于谦这个大明朝的名臣 给杀掉了 当然后来于谦也受到平反了 而这个解放军报描述的 就是这段历史 但是解放军报当中啊 他突出了一个特点 就是当这个明英中发动夺门之变 重新在登殿当皇帝的时候啊 于谦当时是内阁首府 并且呢是手握重兵的兵部上书 那么于谦为什么手握重兵 在明英中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 这个政变的时候 他无所作为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一篇令休结绝的震惊的文章 就是解放军报发表的 常令明节不堕地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里边 跟我们描述了一个历史故事 这个历史故事呢 讲的是明朝的一次政变 就是夺门之变 那么我们讲到夺门之变啊 解放军报特别讲到了 当时的兵部上书于谦 在夺门之变发生的时候 于谦手握重兵 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制止这场政变 那么其实从历史的角度说 于谦当时为什么 没有用自己的兵权 来镇压这次兵变呢 因为这是皇家内部的一个政变 这是两兄弟之间 争夺皇位的政变 并且当时的明代宗啊 已经病入膏肓 可能很快就病逝了 问题是病逝的明代宗 并没有自己的儿子 所以他没有太子 所以明英中朱祁镇 发动夺门之变的时候呢 于谦可能觉得 反正这是你们两兄弟的事情 哥哥当完皇帝 弟弟当 弟弟当完的哥哥当 就是你们朱家的事情 我何必要用兵权去镇压呢 镇压完之后 我立谁当皇帝呢 明代宗朱祁 也没有自己的指示 所以这是于谦当时 在历史的角度 他并没有用兵权 去镇压夺门之变的原因 但是解放军日报却说啊 于谦这个没有动用手上的 这个兵权去镇压 这次夺门之变呢 是因为他以设计为重 是为了顾全大局 哪怕是后来朱祁镇 重新复位之后 把这个于谦啊 给逮捕下狱 最后把他杀死 于谦也没有做任何争辩 因为他要保持自己的气节 解放军日报 对于谦在夺门之变的表现啊 这篇文章当中的描述 就令我震惊了 因为他说的是 手握军权的于谦 在政变当中 保持了政治正确 保持了自己的中立 我们知道所有的 这个中央级的媒体 发表的任何文章啊 都是有深刻的意义的 之前我们讲过 李光满发表的那个什么 一场深刻的变革 马上就要到来 让我们看到了 那种文革的味道 而这篇常令明节不堕地呢 也让我们看到 他讲了两个最敏感的词 第一个词就是政变 我们知道 从这个政治的角度看啊 政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它会令到 一个国家的政权 被彻底改变 而军队呢 掌握军权的人呢 往往在政变当中 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或者说政变 从来就是军人的副业 军人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啊 会利用自己手上的兵权 利用自己的权力 发动政变 改变国家的政治 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 呃 我们过去最熟悉的 就是非洲的这个政变 非洲的政变啊 都是由军人发动的 并且呢 这个军人发动政变的 这个官职很低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过去 利比亚的独裁统治者卡扎菲 他发动军变 夺得政权的时候 大家知道他的军衔是什么吗 上位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 这个军事政变 往往都是由少将啊 上将啊 这种手握重兵的 这个军事将领发动的 但是当时在非洲啊 很有意思 有一个西方的政治人物 就曾经讲过 你在非洲 如果你是军人 只要你比你的同僚 起得早一点 你占领了电台 宣布你夺得政权 你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当时卡扎菲就是这样 他以一个上位的这个军衔 发动政变 居然夺得了国家的政权 那么可见 军人在政变当中 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当然军人可以发动政变 也可以镇压政变 所以啊 军队往往是一个 国家政治稳定的一个基石 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 这个川普在2020年 总统选举之后 当时很多媒体报道说 川普想利用军队如何如何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就说 说川普想利用军队 来维持自己的总统职位的 都是胡说八道 因为在西方民主国家 军队保持中立 军队不卷入党派政治 这是一个基本的守则 美国军队从来没有 卷入美国的政治 最起码在表面上没有 因为西方的民主制度 令到军队是由文人所掌控的 比如说 美国的国防部部长 就是文职 如果一个前将领 要当国防部长的话 他必须已经是离开军队 一段时间了 但是呢 在一些非民主国家制度的 国家里边呢 往往军人就会对 政变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而解放军报这篇文章 他讲于谦的明节的时候 特别突出了 讲到于谦在政变当中的表现 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因为在中国 特别是在中国的官方媒体 讲政变是个 十分敏感的一个主题 而解放军报 这个中央级的媒体 居然就大讲政变 并且讲政变于谦 在这个过程当中 表现是一种有明节 雇权大局的一种体现 那么这里边就更加令人有很多联想了 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 就是复辟 什么叫复辟 就是过去政治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后来呢 变成朝另外一个方向走 但是在某种政治力量的推动之下 又恢复到过去的政治方向 这就称之为复辟 今天中国的政治有分歧吗 我觉得任何一个历史之下 中国的政治都有分歧 那么很明显 中国的现象就是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让我们看到 中国的很多国内的政策 包括一些外交政策 好像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前的那种味道 所以中国要不要继续保持改革开放 成了现在一个很热的话题 那么这里边讲到的复辟 是不是对现在的一个政治方向有所不满呢 那么所以这两个词很敏感 很关键 一个是政变 一个是复辟 那么在有这篇文章里边 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的明洁 虽然文章里边也讲到了 过去某个共产党人 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明洁 在利益的诱惑之下 不忘初心 那么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们看到这篇文章里边 所讲到的明洁 是在名利跟官位的诱惑之下 不改变自己的初衷 这个说法听起来 好像跟现在的主旋律 没有太大的分别 但是我们看这篇文章 在列举了一些 有关保持明洁的 这个正反的历史人物的个案之后 他是这样说了 他说 珍惜明洁 既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 也是成长进步的必修客 然而个别同志 在珍惜明洁上做的不尽如人意 怎么样不尽如人意呢 大家听后面这段话 有的不在练兵备战上谋打赢 我们知道是解放军报吗 当然讲的是军队的事情 说有些人不在练兵备战上 要谋求打赢战争 而是在琢磨领导的意图上 费心思 有的虽然能够渡刑一时 但是不能够持之以恒 随波逐流 众名气清明洁 有的被诱惑于死 蜕变于引投机钻控制入圈子 纠结于在名利当中迷失自我 行有愧诈 好像听起来跟主旋律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这里边我们要看是 他说的是哪一种人没有明洁呢 是那种着重于揣摩上意的人 这种人没有明洁 揣摩上意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特别是政治文化当中 一般都是一个负面的词 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揣摩上意 当有一个领导人定于一尊的时候 你需不需要理解这个领导人的言行 以及他的言行当中 所透露出来的核心价值呢 如果你要把这个领导人 放在一尊的位置 是不是你要经常去深刻理解 这个领导人的讲话 以及领导人远大的治国方略 如果你不理解这些的话 你怎么能够紧跟领导人呢 那么如果你不揣摩上意的话 你如何要理解领导人的意图呢 所以我们看这篇文章 似乎在讽刺某种人 往往要去理解领导人的意图 要紧跟领导人 那么如果这是一种 被正义所谴责的行为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怀疑 今天如果为了理解领导人的意图 为了让一尊领导人的意图 能够贯彻下去而做的努力 是不是这篇文章里面批评的目标呢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一篇令休结局的震惊的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于解放军报 那么从这个文章的主体来说 似乎好像跟当今的主旋律 没有太大的违和感 但是呢 你仔细读读这篇文章啊 它里边有两个关键字 政变还有复辟 除了政变跟复辟之外 他讲到这个气节的时候啊 他讲了很多概念 比如说明洁之于人 不金箔而富 不宣缅而贵 意思说人的明洁 不会因为财富争多而增加 也不会因为官位的提升而提升 崇尚明洁 不忘生平之言 养浩然之正气 应该心怀天下 不畏一身而谋 他当中举了很多历史名人 作为例子 比如说诸葛亮啊 岳飞啊 苏武啊 包整啊 等等 那么他讲到这些例子的时候啊 我们看有很多特别的词 比如说从坚韧不屈 不负权贵 铁面无私 在风邪雨吉的时候 持镇定之操守 望明立之诱惑 尽显明洁之美 这些话有毛病吗 你听起来好像没有毛病 但是我们看 他似乎讲的是 人在风雨当中 意思就是在政治变换的时候 应该保持自己的明洁 那么最近从中国的这个政治新闻来说 我们有看到某一些人在一些政治变换当中 有改变自己的政治取向 或者改变自己在政治阵营当中扮演的角色吗 这令我想起了最近在中国大陆媒体上经常被报道的一位关键人物 傅政华 傅政华本来是公安部的部长 后来当过司法部的部长 落马的时候应该是中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吧 大概是这个官职 那么这篇文章为什么让我想起了傅政华呢 傅政华据说原来是周永康的部下 是周永康的爱将 后来呢 在周永康倒台过程当中啊 他好像起到了某种作用 那么换句话来说 就是因为傅政华的反戈一击 所以令到周永康的腐败罪行啊 被这个证实 所以被处理 现在还关在秦城监狱里面 所以这篇文章里面讲的有关气节问题啊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个气节的概念呢 指的是什么 如果说现在处在国共两党的内战 那么这个气节当然讲的是 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在内战当中 在政治斗争当中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应该保持自己的气节 在这个革命形势不顺的时候 不能够向国民党投降 但是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 如果再讲到这个气节 不因为这个疾风邪雨 而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时候 好像讲的就是党内的斗争了 如果这个党内的斗争 改变了自己的气节 是一种负面评价的话 那么傅政华是不是这篇文章里面 所说的人物呢 所以啊 这篇文章令我觉得震惊的 就是在目前的主旋律之下 这篇文章似乎讲的是共产党员的气节 但是这篇文章除了讲政变 跟这个复辟这两个敏感词之外 他讲到气节当中的一些概念的时候 他举的这个正面人物跟反面人物 都是在利益诱惑面前 在政治的疾风邪雨的时候 有没有保持自己一向的本色 还是因为这个疾风邪雨 因为名利的诱惑 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初衷 所以似乎他讲的是一个党内斗争 或者集团内部斗争的一个正反的例子 那么这就令人觉得震惊了 如果解放军报作为这个中央级的媒体 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 在中国大陆现在整个局势 这么复杂的情况下 有这样一篇文章 那么我们再联想到之前 过去李光满那篇文章 我们也看到了李光满的文章发表 当时我们都感觉到 好像中国现在国内的政策 有向过去扭转这样一个态势 但是后来呢 包括这个环球时报的胡锡进 又对李光满的文章提出了批评 环球时报从转载分享 到了严厉的批评 这种政治态度 有了一个这么大的变化 似乎让你看到 李光满这篇文章所描述的 即将到来的深刻改革 在中国内部是有争议的 而解放军这篇文章 在政治有分歧的情况下 讲到政变 讲到扶辟 讲到个人的气节 讲到在政治疾风 邪语面前 要保持自己的本色 这就不得不令人觉得 这篇文章是有所指的 并且这个有所指 都是一些十分敏感的问题 或许修杰看到这篇文章 我个人太过敏感了 但是这篇文章里面 讲的一些关键词 以及这个文章发表之后 我们看到一些现象 还是令人没有办法理解 比如说我们刚讲过的 两个敏感词 一个是政变 一个是复辟 政变跟复辟这两个词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 一向就是两个十分敏感的词 比如说当毛泽东跟林彪 发生激烈的政治冲突的时候 当913事件爆发之前 很多所谓的借骨欲金的文章 讲的就是复辟这两个字 因为林彪十分崇尚 孔夫子的克己复礼 修身养性的准则 所以当时把这个复辟当成林彪的一个罪状 而913事件之后 中国当时掀起了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 当时的矛头就指向周恩来 所以复辟也好 政变也好 在中国政坛是两个十分敏感的这个词 而解放军日报居然在这个历史的关口 发表文章 重点谈的就是政变跟复辟 难道这不令人有所联想吗 那么再有 解放军报这篇文章发表之后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它有下架的相关新闻 而同时呢 另外一个媒体却转载了这篇文章 就是中国的法治网 中国的法治网是属于中国的政法系统 中国的政法系统的名人有很多 当中就有我们讲到的傅政华 而中国现在所谓的反贪府啊 也在政法系统当中是一个重点的领域 那么一方面在政法系统当中 正在进行重点的反贪府 据说要倒查20年的案件 要把政法系统的腐败要连根拔除 解放军报在这个敏感的时候 发表这篇文章 法治网第一时间就转载了 其他的媒体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转载 法治网跟解放军报 本身就是两个很有代表性的媒体 这两个有代表性的媒体 发表了这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 代表性的文章当中 又有这么多敏感的词 所以这很难不令我有所联想 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这篇新闻的原因 至于这篇文章 是不是如我这么敏感的想象 当中有深刻的含义呢 我不得而知 那么如果各位有自己的看法 不妨在我们的留言当中发表意见 其实过去我很少讲到 中国内政的一些话题 很多听众在留言当中 都问为什么不讲 不讲的原因是 我想首先希望我的听众 先了解美国 但是如果这篇文章真是有深刻的含义 或者是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意思的话 那么我觉得也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个人意见没有任何代表性 只是有感而发而已 那么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意见 不妨分享一下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到天高海阔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